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想各位听了以后会有什么感想 你会不会觉得平常我们只有赢财神 皆财神 败财神 求财神 那你会把财神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 不过各位请放心 我们事先已经想过三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 这门学问是可以学的吗 如果不能学的话 那我学它干嘛呢 我又怎么去学它呢 第二 这门学问有必要学吗 换句话说 它值得我们去学吗 因为要研究一门学问 通常要花一些时间 要复一些精神 如果学了以后才值得 不值得学 那我当然不要学 第三个 这门学问学了以后有效吗 我相信中文对这个有没有效啊 它一向是很认真的 如果没有效 那就是浪费时间了 各位 这三个问题 我们把它拿来评估一下 财神学 这门学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一个 它可以学吗 如果说学了半天 原来要靠神通 原来要靠先天带来一些条件 原来要非常难 而且只有少数人才会学得好 那我不要学了 我学它干嘛 各位请放心 我们向各位保证 只要你用心 只要你肯学 你是可以把财神学这门学问学得非常好 没有任何限制 我们也许会有一些神通 但是绝不是跟一般人所讲的那种神通一样 我想这一点 我们会很用心的来把它说清楚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神 我们所谓的财神 我们跟神怎么互动 我们怎么样得到神通 怎么样去同灵 事实上跟一般人所讲的都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人对这些观念已经非常偏差 所以才会走入怪力乱神的途径上面去 我们在科学这么发达的时候 没有理由再去相信那些怪力乱神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很正道的方式 来解释什么叫做神 什么叫财神 为什么要跟财神互动 然后怎么样得到神通 怎么样可以通灵 我相信各位听完以后 你会觉得没有一点点迷信 没有一点点怪力乱神的味道在里面 这样我们才可以学 否则没有办法学 至于第二个问题 有没有必要来学财神学这门学问 你看有的学问是没有必要的 为什么 你听了半天 他告诉你 你每天大声叫 我要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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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发财了 而且告诉你 你声音喊得越大的话 然后你赚的钱就越多 请问这个还要学吗 不必学 一句话告诉我 我就可以回家了 也有人告诉你 你去买一个什么东西 放在家里面 那你就发财了 那也不必学 也有人告诉你 你初一时五 要很虔诚的去三跪九寇 然后把财神请回家去 那这个也不算是你们学问 这个只要两三句话 大家去做就是了 我们也保证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发现有太多的人 就是对财神学没有研究 然后拼命去求财神 最后一不小心 就获得了很可怕的叫魔财 这个魔财跟神财 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财神学 是要一起来求得神财 我们很避免去得到魔财 这点各位一定要特别小心 因为神财是负 而魔财是货 这个货负之间 完全看求的人 他有没有把这门财神学 弄得很清楚 可见他是有必要学的 因为我相信各位看到很多人 没有钱的时候 身体还蛮好的 家庭也很和乐 可是一旦有钱以后 你会发现身体也坏了 家破人亡 最后你会感觉到 钱真是害人 钱怎么会害人 就是因为你求到神魔财 第三个问题 这门学问学了以后 到底有没有效果 那如果没有效果 那我们花时间去学干什么 我们也向各位保证 你只要真正的把它搞懂 那我相信它一定有效果 因为我们是经过 好多年的实证 我们看了很多人 他真正照这样去做 他不当发财了 而且呢 他可以享受 金钱财富的乐趣 我想这句话很重要 赚不赚到钱 其实不是很重要的 赚到钱把命搞掉了 又有什么用 赚到钱不能幸福 那钱有什么用 我们最要紧的是 你有多少钱 你就要想多少钱的福 我看这个比较重要 所以这门学问 学完以后 它真正是有效的 不但个人愉快 家庭和乐 而且社会还会安定 我想这样的钱 才是值得我们去追求 这样的财神 才值得我们去礼拜它 这三个问题解决以后 各位马上可以想到 那财神是谁啊 我想这样又把这个本末导致了 我们要研究学问 先搞清楚我是谁 不要先搞清楚财神是谁 一般人就是因为 没有搞清楚我是谁 就一直看财神是谁 结果呢 结果把自己的根本 都搞乱掉了 你又怎么去跟财神互动 你看一般人都讲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 就是我跟别人的关系 就是很大的错误 你跟别人什么关系 你不了解自己 你怎么去别人 去调整关系 人际关系 不是一般人所讲的 我跟别人的关系 人际关系 是我跟我自己的关系 你看你自己处不好 你就没有办法给别人处好 你看那些跟别人处得很好人 他就是跟自己处得很好的 你都不能接受你自己的 你怎么能接受别人 而别人又怎么能接受你 可见要做任何 跟人生有关的学问 先搞清楚 我是怎么回事情 那我是从个人研究起呢 还是从人群研究起 还是整体的人类来研究 我想中国人的话 他会从整体来研究 因为我们是一个 很顾全大局的民族 所以我们今天讲人 是讲一般的人 而不讲个别的人 我们不是西方个人主义 一讲到我 就讲到我个人 中国很避免这样子 所以我们讲人 是讲大家 讲人群 甚至讲人类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提出来的 就是人质豪险 人难重 你看人字很好写 你看人字很好写 各位可以看到 这就是个人字 你拿起笔来 一撇一拉 人字就写好了 很容易吧 各位请试试看 把你的手指头拿起来 然后向走一撇 向右一拉 一个人字就出现了 我相信没有人不会写人字 因为太容易了 只要你想写 任何人都会写这个人字 但是写完这个字以后 你再问问你自己 什么是人 人是什么 你就会发现 人字不好懂 很好写 但是不好懂 旗子不好懂 根本就很难懂 我现在问问大家 人是什么 什么是人 你不要认为说 我们这些人没有意见 我们这些人没有答案 连哲学家 连科学家 连非常有学问的人 到今天为止 没有一个人敢替人提出定义 因为他提出定义 大家不会接受的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你做学问 做到哪里去 他会告诉你 像桌子椅子这些东西 我们很容易跟他下定义 像人这一对的 你很难跟他下定义 我们举几个例子看看 你说人是政治动物 很对啊 初想起来 那么多人在搞政治 很热重 但是也有人摇头 他说我对政治 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看每次里面谈政治 我不是一句话不讲 我根本就躲开了 他对政治一点没有兴趣 怎么算是政治动物呢 他一辈子不搞政治 他也是人啊 可见这句话 不是普遍为大家所认同的 好 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 你看我们没有羽毛啊 我们两只脚啊 很对啊 可是有一次啊 就是一群人在那里讨论 人到底是什么 那其中有个人主张说 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脚动物 这个时候厨房里面啊 正好那个厨师啊 把一只鸡烫在滚烫的水里头 拿出来 那个毛整个脱掉以后 他一看 这只毛啊 也没有羽毛 这只鸡啊 也没有羽毛 又是两只脚 所以他就帮这些人 桌上一丢 大叫 人来了 弄得大家很难堪 最后只有哈哈大笑 没有羽毛的两脚动物很多啊 不是只有人啊 可见没有羽毛的两脚动物 不能够代表人 好 那人是什么 人是有权胡说八道的动物 也对啊 你看 差不多所有人都在胡说八道 可是也有人 他就从来不胡说八道 像你说孔子是胡说八道 那别人很生气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孔子呢 可见有人胡说八道 但是有人他是从不胡说八道的 那又怎么能说人是胡说八道的动物呢 好 我们再说 人是会思想的受累 这种对吧 真的吗 也不见得 你看很多养狗的人 爱狗的人 他会告诉你 人有什么脑筋 人家的狗才聪明 对不对 我们说鸟只是这样叽叽叽叽叫 可是他叽叽叽叫 那每一句话都有意义的 他听懂 我们没有听懂 所以到底谁有思想 谁没有思想 有时候人的思想 还不如狗的思想 当然我们指的是少数人 我相信 大多数人的思想 他一定是超过 狗的思想 但是偏偏看就有一些人 很不争气 他的思想 根本还不得一条狗 那怎么办 所以 人是什么 专门自己骗自己的动物 这有点意思了 你看我们每个人 你骗过人吗 你骗过自己吗 你看没有人敢摇头 哪个不骗自己 不骗自己 你怎么活得下去 可是有时候我们很气 我哪里骗自己 可见 这个定义 大家也很难去接受 人到现在为止 你学问做得多好 没有一个很完善的定义 可以为大众所接受 这样一来 各位就知道 人字的确很好学 但是人字 真正的是很难懂 你看德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诗人 叫戈德 我相信很多都很熟悉 他把人怎么形容 我们来看看 人类何所事 他说人到底像什么 空洞一条肠 就是一条肠 从这里到底下 这话讲起来不太好听 就是说你只会吃 只会拉 你什么都不会 人就是靠这条肠子 然后把东西吃进来 然后拉出去 吃进来 拉出去 其他事都没做 这还不算 真的 每一个人到社会上 他只是吃吃拉拉 吃吃拉拉 他还不会做坏事 他比较好一点 还没有这么多问题 可怜 满肚皮 忧心与妄想 这个人很可怜就是 你满肚子都是什么 不是学问 不是理想 而是忧心跟妄想 你了解什么叫做妄想 当有一天 你知道怎么样把妄想去掉 你真的是不得了 那个时候 财神为你所用 财神听你的命令 而不是你整天在求他 好 这样 你去求钱是很困难的 钱来求你 那就很容易 各位可以从这里 先想象一下 钱是什么 钱就是人的影子 你看你去追你的影子 你跑得越快 那个影子跑得越快 可是你掉过头来说 我不理你的 你跑到哪里 那个影子追到哪里 你是希望说 一辈子都在追钱 还是能够做到钱来追你 你自己选择 天天求财神 不如你会用财神 会使财神听你的话 跟你配合 你说这个可能吗 你在公司里面去看好了 有些部门 整天写报告 写企划案 每次到财务部门 就被打掉了 你看每次一开会 你讲得很好听 老板最后问财务单位 有钱吗 财务单位摇摇头 他不给你 你就再好企划也没用 相反 有的人他不一样 他财务单位会天天在这里配合你 你有什么好意见 需要多少钱 没问题 给你 这事实 你去看一看银行好了 你要去跟银行借钱 难啊 样样要担保 连那个警卫都给你脸色看 天天来贷款 可是银行里面 请了很多人 干嘛 专门去找人家说 我钱借给你呢 那你要变成那种银行找人来 把钱借给你 还是你天天跑银行去跟他借钱 你愿意做哪一种 你这样就很清楚了 我相信大家都情愿说 我坐在家里面 那么跟财神主动来跟我讲 你需要多少钱 我马上给你 而不是我到处去求财神 天天去拜 把他昏头赚信 钱还不要在哪里 好 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人字很好写 人字不好懂 这还没有关系 人字不好悟 怎么悟啊 你跟每个人都说要觉悟 悟者也很好写 一个心 一个无 就表示我的心清楚了 心在那里 心在这里啊 所以悟其实是观念清楚 就是脑筋清楚 如此而已 现在的人 我感受什么毛病都没有 只有一个毛病 就是脑筋不清楚 这个脑筋不清楚 它磁场就乱了 磁场就乱了 那你什么事情都看不清楚啊 那你悟到哪里去 你看大家都说 要悟啊 要悟啊 要觉悟 要觉悟 可是你看 古往今来 有几个人悟了 有几个人悟了 你如果说我从梁胎里面钻出来的 那未免你看得太近了嘛 那你妈妈从哪里来 我妈妈从妈妈的梁胎里面钻出来 那你妈妈的妈妈从哪里来 那未家就没话没聊了 所以人从哪里来 那时候当当去 还有我这辈子来是干什么的 你看我们为什么一天到晚抱怨 老觉得很委屈 那你搞不清楚 你这辈子来是干什么的 如果你搞清楚了 我这辈子就是来做这个事情的 因为做得很愉快嘛 没有钱也要做 因为你这辈子就做这个事情嘛 那你还有抱怨什么 但是这三个问题 常常出现在我们脑海里面 就始终没有答案 你有答案吗 谁有答案 好 再现实一些 人要不要赚钱 那赚了钱干什么 老讲不想还好啊 他越想越想不通啊 可是我相信各位都有个共识 就是想不通你还是要想 不然怎么活 不然怎么悟呢 对不对 连这些问题都不想 一天到晚想觉悟 那不很奇怪 我们还是要很实际的 从这些问题去解决起 因为钱是工具 钱不是目的 人才是目的 钱不是人去赚的 钱是人要拿来用的 我想观念不同就在这里 很多人说钱什么 钱是我要去赚的 那你的命就是很苦的 一天那么忙于赚钱 人家不是啊 钱干嘛呢 钱是哪来用的 他就很愉快了 这种就是好命嘛 他天天在用钱 你看用钱的人好命 还是赚钱的好命 当然你可以讲啊 不赚钱怎么有钱用 也不一定的 有人他一辈子没有赚钱 他钱就是用不完 为什么没有 当然有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应该要搞清楚说 这些事情我们是非做不可的 不可以因为说他难 我们就放弃了 那就是放弃了自己 人字很好显 人字不好懂 人字很难悟 下面还有更妙的 就是什么 做人很难做 做人真的很难做 那做人很难做 如果我们 比如说 举个例子 你会不会生病 你会不会生病 你当然会生病 可是我问你 你这个病从哪里来 我相信大家打不出来 病从哪里来 你问医生他就不知道 你往哪里来 你看病人到医生那里去 说先生 我这病怎么来 医生想了半年 说我也不知道 他不是骗你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他只会给你的药 给你试试看 如果吃得好 再吃 吃不好 我们换一种药 你不止而已 他又能怎么样 他会告诉你 你这是什么病 这他是专业的 但是这个病从哪里来的 不是说打搞不清楚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病出来了 他知道这是一种病 为什么有种病 真的没人知道 你看高学 多少人高学 但是你说 怎么会高学 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一般人 搞不清楚 好像是很平常的事情 那你会觉得 医生怎么还搞不清楚 因为医生 不是他不认真 不是他不用功 而是什么 而是医学 还不是很发达 而且不断有新病出现 新的病出来 你要研究半年 研究一年 还搞不清楚 你看艾滋病 怎么防备 怎么治疗 他是从哪里来的 谁搞清楚 你搞清楚了 又新的又出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 太简单了 因为老天爷 总要有一套办法 治你于死地吧 人很聪明 什么病 我都治好 什么病 那人永远不死 那老天爷不要当了 那人最伟大了 如果人可以不死 那这种人还得了 人要有些东西让他怕 才对 像很多观念 我们现在都在自讨苦吃 好 我们再看 做人 那么他最需要是什么 就是人情世故 可是人情世故 你会怎么样 你不理会不行 可一理会呢 没完没了 你看如果我过年过节 我跟谁都不来往 好像很单纯 一来往不是得罪这个人 就得罪那个人 可是真的不来往就很幸福吗 那孤家挂了一个 因为你不应该来往 那你干什么 我不想你干什么 所以你非一个人家来往不可 但是一来往不是得罪一个人 就是得罪那个人 那怎么办 没有人知道 谁知道 有没有哪位告诉你 你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 你就所有人都不会得罪 可能吗 不可能 人真的很难做 为什么 因为太复杂了 你有没有感觉到 像毛毛虫 它很单纯 像蚂蚁 它很单纯 其实狗也很单纯 世界上 最复杂的 就是人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很烦很烦 其实有什么好烦呢 因为做人本来就是烦 你说好苦恼好苦恼 那做人本来就是苦恼 可见你修要单纯 你要不苦恼 这个跟做人 它刚好是相反相抵触的 你要有一套方法 你才可以达到目的 不是说你想要就能要 所以一般人认为 心想事成就是 我怎么想我就能达到 那你是神仙 没有那回事 心想事成要有一套本事 你才能心想事成 而且说起来很好笑 往往坏事情 很容易心想事成 好事情 很难心想事成 各位回想一下 你一生的体验 是不是这样子 你想做好事 主爱多得很 你想做坏事 好像一下子做出来 这什么道理 因为你想做好事 魔会阻扰你 虽然神会帮忙你 但是魔会阻扰你 你想做坏事 魔帮你忙 虽然神不赞成 但是魔很热心 你看这个神跟魔 两个哪个力量霸 哪个力量霸 你去想哪个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魔 他要帮助你 那你惨 所以你想做坏事 一下子就做成 你想做好事 很难很难 这叫做好事多魔 我觉得很多事情 你真的要从头 好好去了解一下 因为我们以前 都忙于赚钱 忙于赚钱的人 这些他都没有时间去想 搞得糊里糊涂的 钱赚到了 也不知道怎么用 那才是可怜 我们是要来用钱的 不是来赚钱的 那你就必须要把这些 搞得清清楚楚 财神才会放心的 把钱拿给你 那你好好去用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学 财神学的最根本的原因 人质很好学 人质不好懂 人质很难误 做人很难做 那怎么办呢 难做也得做 你能说我不做 不做怎么办 那就自杀 寄生为人就不能自杀 为什么 因为自杀的那一刹那 你看这里写得很清楚 你会感觉到后悔 你会感觉到愧疚 你会感觉到罪恶 同时会产生恐惧 我们总以为说 那个人跳楼 然后摔死了 这是不对的 哪里会摔死的 那个人从楼房里面 跳出来那一刹那 他就开始很后悔 我跳出来干嘛 非常恐惧 我跳出来会怎么样 然后他很愧疚说 我对不起很多人 因此他有个罪恶感 说我年纪轻轻的 怎么就可以自杀 就算我活到这么久 年纪自杀 我怎么对我的子孙呢 怎么对我们自信好友呢 你看糟糕不糟糕 凡是在这种时候 他的灵魂就会出窍 人在很痛苦的时候 人在很悲伤的时候 他灵魂就出窍 这我们常常讲叫出神出神 你看我们看东西 也会看到出神 我们痛痛到出神 出神就是灵魂出窍 灵魂他一出窍以后 那个尸体才甩下去的 那灵魂看到尸体甩碎了 他更难过了 所以他这个能量始终就在这里 这个能量就变成恶鬼 这个是我们所讲的恶鬼 人死的时候很悲愤 他想报复那就更惨 那这个恶鬼就会进凌 跟他相同频率的人 然后让他也从这里跳下去 然后两个恶鬼夹在一起 能量更强 再去抓第三个 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跳楼 老有人从这里跳楼 这地方淹死了 老有人淹死了 其实这个迷信 一点关系都没有 有什么关系 你想有人会说 我被淹死了 好幸福啊 有这种的呢 真的要淹死了 他就开始很怨恨 很愤怒 很恐惧 然后他就出神 出神能量就出来了 然后尸体飘走了 他能量就留在这地方 所以出事的事情 不是说尸体出现的地方 而是他被溺死的那个地方 因为那个冤鬼在哪里 然后去找 找平立香港人 然后再找你 然后他也很气 他也想报复 然后能量又加强 这个地方就闹鬼了 其实什么叫神 什么叫鬼 什么叫魂 我们好好把它理清楚 你就感觉到 没有迷信 什么迷信 他是能量 灵魂就是能量 不然是什么 我们一个人 如果变成恶鬼的话 对他自己当然不好 哪个想做恶鬼 那是不得已的 可是对谁最不利呢 对他的家人最不利 为什么 因为频率很相近 所谓一家人 一家人 就是大家想的差不多 大家遗传 很多是相同的 所以频率磁场很接近 那个能量会互相吸引 你听到这里 你才知道说 原来中国所讲的风水风水 其实就是跟这些有关系 为什么祖先买得好 子孙就会发达 什么回事 就是他们能量会互动 他们频率很相近 为什么这个人这样 他不会影响到别人 会影响到子孙 就是能量跟慈善 跟频率的关系 人很难做 所以才知道 学习和成长的可贵 如果人好做的话 那大家根本不用操心 不用费心 不必用心 你就可以做得很好 那还要什么学习 那不学习 你就不可能成长 就没有长进 所以如果上天把人设计的 一生下来就很愉快 然后一路走来都很愉快 最后死的也很愉快的话 那人类就越来越退化 越来越退化 那最后比动物还不如 人会从动物里面越来越进化 越来越进化 就是因为人难做 把你磨磨磨 磨到最后 一个脑筋就越来越清楚 那么你就越来越灵光 最后越来越通灵 那么你就可以天人合一 你就可以过得很有意义 很有价值 所以不要去抱怨人难做这种事情 你抱怨他干什么 你抱怨 那就是要退步 所以我也是跟各位建议 不要老觉得说 我要向我自己挑战 你向自己挑战什么东西 你挑战什么东西 我要接受大家对我的考验 人家为什么要考验你 人家跟你什么关系 其实讲穿了 人生人生 就是接受自己的命运的磨折 这样子对了 你看我们讲 只怕命来磨 命是来磨你 只怕病来磨 只怕命来磨 这个病跟命其实是一样的 你活着就会生病 而生病就更加折磨你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 你就会放弃抱怨 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很委屈 不会老羡慕别人 不会跟别人比来比去 总觉得你最吃亏 然后你心情就很愉快 愉快以后 你就知道你该怎么走 不会浪费时间 这对你来讲是最有利的 所以 既来自 自安自 这句话非常重要 你要么有本事 不要来做人 有本事吗 你看很多人他一直修修修 修就是不要做人 他不是修要把人做好 他不是 你去跟很多人 你说你要修什么 我在修不要做人 这很奇怪 你愿不愿修不要做人 你愿不愿修 我相信很多人不愿意 我们要把人修好 把人做好 当然我们也要尊重 这些人的选择 他说我修什么 我修不要做人 可以啊 除非你愿意 否则没有人可以规定 你说你要去修不要做人 没有 我修什么 我修好好做人 把人做好 不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人生下来做人 那你就要好好把人做好 要不然你就辜负上天的好意 因为人活着就是要做人 其实做事是帮助我们做人的 现在我们搞错了 好像我生来就是要做事的 那就是劳碌命 所以很多人说我怕劳碌命 但是每个人都在追求劳碌命 你应该做父母的 从小就训练小孩 你要早起 你要工作 你要这样 就是把你的小孩训练成一生一世都很劳碌 这样是要爱心吗 当然我没有说你叫小孩去懒惰 我没有 没有 你要告诉他 你的劳动是为了好好做人 他就不是劳碌 做人不用管 你只是做事 那就是劳碌 就差在这里 你看有人很忙 他觉得很愉快 有人很忙 觉得很苦恼 就是什么 他只是忙于做这些事情 当然苦恼 我忙于做这些事 是为了为了修我自己的 我才有机会修我自己 他就不苦恼 那么苦恼 你去扫地觉得说 嘿 为什么别人不扫 轮到我扫 你一度就活 你去扫地 你说你看 别人都没有机会扫 只有我机会扫 我越扫 我脑筋就越清楚 那你当然很乐意 人活着 做人才是最要紧 如果连人都做不成 那你还能做什么事 如果连人都做不好 那你又能做什么好事 我想这些问题 我们应该 好好的 把它重新来认定 我们这次在讨论财神学的时候 我们会把很多 现在被大家误导 被大家乱解释 被大家扭曲掉的一些观念 统统要把它端正起来 因为你要修财神学 最要紧的是什么 最要紧就是把你的磁场 把它搞好 磁场搞好就是观念要正确 那换句话说你脑筋要搞清楚 你脑筋搞清楚 财神就喜欢 你脑筋搞清楚 你就知道怎么跟财神互动 你脑筋不清楚 你只会搞些仪式 只会搞些形式 只会练些口号 只会做一些机械性动作 财神不会喜欢你 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 要好好学习做人 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说 把人做好才不需此心 把人做好才不会白走一趟 但是我们比较现实一点 把人做好 财神也才会主动来照顾你 我想每一门学问 都有他不同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摆在什么 摆在说我把人做好 然后我不要去求财神 财神自然会来 关照我 他给我钱 让我好好去用 财神把一大堆钱 摆在他那里 他就变成守财奴 他就不是财神 他是不是财神 那你去拜守财奴 那你家附近就很多守财奴 你要去拜他干什么 财神的功能 就是这些钱不要把他在我这里 要拿出去 但是他不能乱给 他乱给他有亏值守 所以他要找到最可以信赖的 最值得给他了 他要主动给你 所以你现在在修什么 就是修把人做好 我们活到老 学到老 但是不要一天到晚 去学电脑 我没有说电脑不好 可是你全新愿意投电脑 那可能财神就觉得 那你去搞电脑好了 我钱给你 也没用 因为你只有电脑 你没有钱的观念 你不要一天到晚去学技术 技术只是吃饭用的东西 它不是做人用的东西 我们还要提醒各位 人是习惯的动物 如果你这辈子不把人做好 不学做人 你下辈子还是不会做人 还是要继续学 还是要接受命运的谋则 那一辈子一辈子这样下去 你喜欢吗 我早一天 把我脑筋告清楚 把我磁掌理顺 我不但这辈子得到好处 我下辈子一开始 我就过比别人更愉快的事情 一开始我就跟财神爷 有很好的交情 那不是长期受益吗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三句话是大家很熟悉的 人难做 难做人 做人难 没有错 可是我们讲到这里 各位应该脑筋越来越清楚 就说难做是不错 因为这是事实 那我怎么办 我从此不要抱怨 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提出来 大家要去做的 我们每次讲完 不是说大家听过就算了 听过没有用 听过你要去做 做什么 说这做人很难 这是事实 不是只有我觉得难 他根本就是难的 所以我抱怨说难做难做 有什么用 那个没用 无计一事 所以我从现在开始 我不抱怨 因为抱怨无计一事 那我怎么办 我好好去做人 不会做去学 会做 再做得更好 这是我们第一集 听完以后 大家应该有的行动 药好不好 要看你吃不吃 你再好的药 只要病人看了病 不吃药 它是不会好的 所以药好不好 要看你吃不吃 这门学问有没有效 要看你有没有去做 从现在开始 不要抱怨 不要有没有用 你好好去做人 把人做好了 财神自然会照顾你 把人做好了 有困难怎么办 去学 不要抱怨 就这么简单 停止抱怨 多多学习 不是专学习技能 不是有专业知识 不是学做人 怎么样把人做好 财神喜欢你 你就发财了吗 谢谢各位 请多指教